第140章 十手猎羊蛇 上 两人目光对视 胡烈娜向唐三奄然一笑 唐三眼中的目光也变得柔和了许多 不管怎么说 胡烈娜已经通过了她的考验 在刚才那一瞬间 失去了威胁的胡烈娜完全可以抛弃自己 独享胜利成果 但她显然没有那么做 并且是在唐三完成攻击的一瞬间就将她扯了回来 显然内心中并没有任何挣扎 从这一点上来判断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她绝对是安全的 暗金三头蝙蝠王这一死 其他的血蝙蝠顿时变得群龙无首 近乎报复性地疯狂朝着唐三和胡烈娜冲了过来 但是 当一支军队没有了领袖 不但失去了士气 也失去了指挥的大脑 剩余的这些血蝙蝠虽然数量依旧可观 但已难再给唐三和胡烈娜带来任何威胁 唐三手指不断律动 从他手中射出的每一道银丝都会带走一只血蝙蝠的生命 胡烈娜则更为直接 背后五米长的巨大虎尾就像是拍子一样不断将靠近自己的血蝙蝠抽飞 她拿虎尾的力量奇大无比 每一次挥动 抽击在血蝙蝠身上 那些凝恶的家伙都会立刻化为血雨 奇特的是 在胡烈娜的虎尾上似乎有着一层特殊的能量 没有沾染一丝血腥 毛茸茸的大尾巴 每一个毛发都树立如钢针 这宛如大型狼牙棒的超级武器 对血蝙蝠群造成的杀伤力一点也不比开启着蓝色领域不断射出钢针的唐三小 终于 最后一只血蝙蝠先中了唐三的钢针 再被胡烈娜的虎尾抽得远远飞出 周围的一切重新变得安静下来 抹了磨头上的香汗 胡烈娜看向唐三 翘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击溃这群蝙蝠 显然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功劳 而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果没有胡烈娜的虎尾保证了窄路的安全 唐三想要对付整个蝙蝠群也极为困难 同样的 没有唐三击杀暗金三头蝙蝠王 他们也必将承受对手最恐怖的攻击 通过这短时间的配合 两人对对方都有了全新的了解 胡烈娜对眼前这个男人更加信任了 唐三对他心中的芥蒂也减少了几分 把绳子挽起 将一头递给胡烈娜 唐三道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胡烈娜探手接过绳子 快速地拴在自己腰间 长出口气 刚才可真是危险 一边说着 他一只手还在自己丰满的胸前拍了拍 顿时激起一片波涛汹涌 此时他的打扮实在是清凉 看得唐三赶忙别过头去 不敢正视 扑斥一笑 胡烈娜笑道 我还以为你是块木头 原来你也怕被诱惑吗 唐三眉头微皱 好了 如果你不需要休息的话 我们就继续出发吧 一边说着 他弹身而起 重新落在了胡烈娜前面 巨大的护卫化为橘红色光芒 悄然融回胡烈娜体内 脸上难以抑制地流露出一丝疲倦之色 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的消耗都不小 后面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 据我所知 这条地狱路一共有三道难关 一道比一道厉害 刚才我们这应该算是闯过了第一关 唐三心中一领 他明白胡烈娜必然是有地放食 先前虽然是他主公 但实际上他消耗的魂力远比胡烈娜要少 对于那狐猬 他并没有多做询问 就像胡烈娜没有询问他那蓝色领域的来历一样 但从之前的情形来看 胡烈娜那条巨大的狐猬诀不只是五魂那么简单 很有可能和自己的八猪毛一样 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外富魂骨产生的效果 难怪教皇会收他为徒 但是这块外富魂骨就已经让他远远领先于统计 四年前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时 胡烈娜显然还没有这件利器 否则 当时己方也不可能获得胜利了 五魂殿的黄金一带果然强横 两人勉强在窄路上坐了下来 他们都是真正的精英 短时间内立刻进入修炼状态 静静地恢复着自己的体力 当然 他们的心神并没有完全沉浸其中 都留有一部分精神警惕着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 一个时辰后 两人几乎不分先后地睁开双眼 各自取出自己摸到其中携带的食物和饮水简单地吃了一些 这才重新起身 继续向前 再次前进 唐三的速度明显增加了一些对胡烈娜提防之心减少 令他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前方的观察上 有了胡烈娜这样一个队友 背后的安全完全可以放心 空气变得越来越灼热了 渐渐地连胡烈娜也能够隐约看到 两旁深渊下那流淌的暗红色 开始变得灼热的空气令人呼吸起来很不舒服 仿佛肺部在燃烧似的 一边走着 唐三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条地狱路似乎是盘旋上升的 不应该是直线 否则 我们早该出了杀戮制度的范围才对 只不过 它的弧形并不大 所以不容易感觉出来 胡烈娜道 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 太热了 我感觉体力已经开始加速流失 唐三没有回答 但蓝色的光芒再次从他身上蔓延出来 只不过这一次 蓝光只是笼罩了自己与胡烈娜两人的身体而已 顿时 一阵清凉的感觉传遍全身 周围一阵清爽 不但是温度降低了许多 就连那灼热 浑浊的空气也变得纯净了 似乎是经过了那层蓝光的过滤一般 胡烈娜心中暗暗赞叹 心中暗想 这个唐鹰的天赋领域不知道是什么 虽然感觉上并不怎么强 但却用途多样 实用性极好 从先前扰乱蝙蝠群到现在改善环境 无疑会让这个唐鹰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保持最大的战斗力 浩天宗 果然是出人才的地方 正走着 突然 前方一阵沙沙的声音传来 令唐三和胡烈娜同时停下了脚步 唐三没有回头 只是反手向胡烈娜打了个收拾 锋利的双剑立刻出现在胡烈娜手中 此时他还看不见敌人的存在 但他相信 视觉惊人的唐三肯定已经看到了 没错 唐三是已经看到了敌人 那是一双火红色的眼睛 就在前方窄露上 一条暗红色的身体正匍匐在那里 看不清他的身体有多么巨大 但通过简单的观察能够发现 那应该是一条蛇 整个身体缠绕在窄路上的一条蛇 他的那双眼睛并不是特别巨大 但不知道为什么 唐三立刻就感觉到 他那双眼睛中拥有的光彩 比之前的暗金三头蝙蝠王还要恐怖 蛇妖 唐三冷笑一声 手掌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一抹 一块雄黄已经落入掌心之中 伴随着沙沙声 那条暗红色的蛇开始缓缓向前游动 离得近了 唐三已经对他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在这条蛇的头部和后背 一共有九个凸起 每一个凸起都像是一颗鲜红色蘑菇 里面竟然仿佛有血液在流淌似的 这条蛇的腹部特别巨大 在窄路上隆起 而它的身长至少超过了十米 他们看到了怪蛇 怪蛇显然也看到了它们 匍匐在窄路上的舌头缓缓扬起 一双金红色的眼睛 顿时变得如同灯笼一般明亮 唐三和胡莲娜都不知道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 在浑兽的记载中并没有这样的存在 越是不知道对方是什么 两人就越是警惕 眼看着那怪蛇持续游动向前 无形的压力已经弥漫而至 虽然之前的血蝙蝠 从空中攻击 给它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可真正出现危机 却是血蝙蝠试图切断 它们前进道路的时候 此时 这条怪蛇横梗在它们面前 毫无疑问 以它的能力 想要摧毁窄路十分容易 因此 两人如果想要攻击这条蛇 就必须要考虑到 在攻击过程中 不能对窄路产生过多的破坏 距离从百米处开始拉近 怪蛇口中发出咕咕的声音 宛如婴儿啼哭一般 在它背后那九个肉流 也开始散发出金红色的光彩 呱 距离唐三还有二十米 怪蛇率先发动了攻击 一条火红色的光芒 从它口中骤然喷出 带着强烈的兴气 飞快地朝两人蔓延而来 更令唐三和胡莉娜惊怒的是 这条火焰竟然是贴地而来 也就是说 是从它们脚下窄路 飞快蔓延而来的 如果是平地 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躲闪的 第140章 《石手猎羊蛇》中 火红色的光芒在窄路上剧烈地拨动着 甚至发出燃烧岩石的劈啪声 更加恐怖的是 这火红色光芒上 还带着一层淡淡的红雾 不用问也知道 这红雾内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毒素 深吸口气 浩天锤凭空出现 唐三眼睛微微眯起 右腿快速跨前半步 左腿攻起下蹲 手中浩天锤从掌心滑出 紧贴着地面掠了出去 自身顿时产生出一片红纹 就像是青道夫一般 将火红色光芒顶回 锁过之处 火光顿时消失 并且以奇快无比的速度 紧贴窄路 向那条怪蛇撞去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怪蛇并没有与浩天锤硬碰 眼看着浩天锤就要到他面前了 那怪蛇上身一败 竟然从窄路上掉向旁边深渊 当浩天锤刚刚从他之前身体所在的地方掠过后 他的头又重新缠绕到了窄路之上 而在后面的身体 也重复着同样的过程 竟然就这么闪躲开了浩天锤的攻击 火光虽然消失了 但那充满了甜心气息的雾气 却已经弥漫而至 米粒之珠也放光滑 唐三不懈地哼了一声 一个大皮囊已经出现在他手中 手腕一抖 皮囊已经凭空飞出 只取那毒物中心的位置 紧接着 他另一只手将之前取出的熊黄抛了出去 熊黄在半空中 被唐三留在旗上的暗径炸碎 化为无数粉末飞散开来 其中一部分率先轰击在皮囊之上 顿时 大片的酒液喷洒而出 与破碎的熊黄粉末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熊黄酒水墓 当初 用类似的方法 唐三曾经轻松灭掉过毒窦罗孙女 毒孤燕施展的剧毒魂迹 眼前这条怪蛇 虽然远不是毒孤燕所能相比 但不论怎么说 它也是蛇 只要是蛇毒 都必然会受到熊黄的压制 虽然不一定能够解毒 但像唐三现在这样去阻挡 却完全是可以的 果然 水目所过之处 那红色的毒物顿时烟消云散 甚至还有一些熊黄酒 落在了那条怪蛇身上 但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 那怪蛇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 似乎并未受到伤害 但他那巨大的身体 也在一瞬间提速 猛地朝着唐三和胡烈娜冲了过来 浩天锤重新出现在唐三手中 他突然解开了腰间的绳子 原本单手握住的浩天锤变成了双手 沉声道 站在原地别动 说完这句话 唐三的身体已经快速前冲 迎着那条怪蛇冲了上去 但他的前冲只走了三步 当第三步迈出的时候 握住浩天锤的双手 摆起 整个人身体半转 一锤就已经轰了出去 令人奇怪的是 他这一锤并不是轰向快速接近的巨蛇 而是游下向上 轰入空中 紧接着 站在原地的胡烈娜 就看到了一幕奇异的景象 浓郁的黑色光芒 从唐三的浩天锤中挥洒而出 唐三的身体 宛如突然加速的陀螺一般 飞快地旋转起来 他只能隐约看出 唐三每次旋转 手中的浩天锤都会轰出一击 而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 正在几何倍数地增强着 宛如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正在不断扩大 最令胡烈娜佩服的是 在这样急速的旋转之中 唐三的平衡竟然丝毫不乱 双脚始终踏在窄路之上 他又哪里知道 当初唐三在练锤时 是在滑不留守的原石之上 上方还有不断倾泻200米的瀑布冲击 和那时候比起来 现在可以落脚的窄路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这平衡又怎么会乱呢 以前在原石 唐三每一次旋转 脚下可都是要以同样的力量 踩在同一点上 怪蛇的身体迅速接近 突然 他故技重施 上身再次晃出窄路 看样子 似乎是想要从唐三处绕过 以他之前闪躲浩天锤的能力 很明显 这是他能够做到的 似乎他此时也已经感受到了 浩天锤上可怕的气息 想要先攻击 胡烈娜再说 短剑踢在胸前 胡烈娜双脚交错站立 脚尖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 做好了迎接攻击的准备 但是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 那条怪蛇 并未能如愿绕过唐三的身体 就在他那巨大的身体 绕着窄路晃出 想要从唐三脚下掠过时 突然 一股庞大的力量 竟然拉扯着他的身体 重新回到了窄路上方 十余米长的身体 更是高高扬起 被那股气流激发的倒飞而出 要知道 这条怪蛇的身体 粗如水桶 如此巨大的身体有多重 不仅如此 他本身的实力 也是极其恐怖的 单是气息的压迫 就能感受到 他比之前的 暗金三头蝙蝠王厉害得多 可就是这样 他居然也没能 从唐三面前讨好 而且还被那古怪的 黑光吹得倒飞而起 唐三哪里来的 这样的力量 胡烈娜 惊一不定地看着 就在自己面前不远的男人 他发现 唐三之前 身上出现的气流 竟然全部收敛了 能够看到 他身体周围的黑光 越来越浓郁 但诡异的是 却丝毫感觉不到 魂力的波动 怪蛇显然被激怒了 他并没有再试图绕过唐三 巨大的身体一甩 竟然调转过来 一截长约三米的蛇尾 直接朝着唐三身前抽置 目标不是唐三的身体 而是唐三身前 一米出的窄路 他显然是 打算用这种方法 打破唐三保持的平衡 但是 唐三手中的黑光覆盖范围 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那截蛇尾 还没来得及落下 就在此被卷起 这一次 更是将巨蛇 整个身体都抛了起来 要不是他及时用蛇尾 缠绕住了窄路 恐怕就要衰落而下 那双金红色的眼眸中 终于流露出了 惊惧的情绪 而巨蛇背后的 九个金红色肉流 也变得越发明亮起来 咕咕 咕咕 他似乎在愤怒地鸣叫着 身体在窄路上攻起 九个肉流 完全对准了唐三所在的方向 突然 那九个肉流同时破碎 九道金红色的液体骤然射出 那液体在空中并非直射 而是朝着唐三面前上方出射来 九股液体在空中融为一体 眼看就要到达唐三面前的瞬间 突然停顿了一下 所有的液体同时收缩 化为一个只有 拳头大小的金红色小球 这才朝着唐三砸了下来 而就在这时 之前不断旋转着的唐三 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由急动变成了急静 动静之间顿时显得诡异非常 而在他停下的一瞬间 双手握住的浩天锤 保持一个向斜前方的姿势 恐怖的一幕 展现在狐猎那眼前 他仿佛看到了一条巨大的黑龙 从浩天锤上腾起 紧接着 黑龙瞬间轰击在那金红色的珠子上 原本正要下落的珠子 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仿佛在挣扎 但是 他的挣扎也只是维持了一瞬间 下一刻就已经冲天而起 浩天锤上喷布而出的黑光 并未就此停滞 向斜前方掠过的黑光角度略微向下 紧贴着窄路划过 这一次 那条巨蛇再没有了任何闪躲的可能 因为黑光爆发时的长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身体的长度 痴 黑光一闪而眉 那条巨蛇的身体突然停滞了 而黑光也已经在寂静的黑暗中消失无踪 没有任何恢弘庞大的声音响起 狐猎那到现在都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只是看到 唐三做出了一个深吸器的动作 整个人似乎逐渐平静了下来 并且第一时间收回了手中的浩天锤 就在狐猎那想要询问唐三 是否需要自己帮忙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景象 先前还爆发出强大气势 似乎要将它们彻底毁灭的巨蛇变了 他那庞大的身体 凡是在窄路上方的部分 竟然悄然消失着 化为点点细碎的粉末滑落 而下方的身体 则因为失去了上面的支撑 断成几节 同时朝着深渊坠落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狐猎那虽然知道 在这个时候 自己不应该打听唐三的隐私 可他是再忍不住 还是问了出来 唐三没有回声 只是淡淡地说道 浩天宗 乱披风 久久归一 抬起头 暗蓝色光芒从眼中喷涂而出 朝上方看去 一点金红色从天而降 唐三右手一招 在一股无形的犀利牵引下 那团金红色的光芒 已经落入他掌心之中 赫然正是之前那怪蛇九个肉流中 射出液体凝结而成的金红色小球 小心 恐怕有毒 狐猎那来不及消化唐三的话 急切地提醒道 第140章 十手猎羊蛇 下 唐三摇了摇头 没事的 虽然有毒 但对我无碍 他那接住金红色小球的手 在腰间24桥明月夜侧面 一块不起眼的玉面上抹过 将其收入 你就不怕他爆炸吗 狐猎那上前几步 来到唐三身后 唐三摇了摇头 或许是因为心中有些兴奋 他并没有向狐猎那隐瞒 这是那条蛇的内单失去了本体的控制 他已经不可能爆炸了 你认识那条蛇 狐猎那声音中充斥着不可思议的情绪 唐三默默点头 没错 这条蛇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浑兽 但是 唐三在短暂地观察之后 却发现 他竟然是自己 在上个世界从唐门一本介绍绝毒之物的古籍中看到过 洪荒异兽 十手猎羊蛇 其毒无比 成年者身长可过十米 拥有蛇类最强的火毒 其修炼万年 可成内单 隐于背后九头之中 内单出 天地失色 如得其内单 则群蛇弼翼 乃蛇中至尊 唐三得到的 无疑是十手猎羊蛇的内单 即使 以他浩天垂九九龟一乱披风 其实也是无法与这颗内单产生的爆炸力相比的 但是 现在的唐三 却并非上个世界的唐门弟子 在这个世界中 他还得到了精神的力量 当那九九龟一的一锤轰击而出时 唐三根据自己精神力的准确锁定 将攻击调整向斜上方 没有真正的与那颗内单碰撞 而是瞬间 混合着强势的精神力 切断了内单与十手猎羊蛇之间的联系 释放了内单 十手猎羊蛇的防御力 本就大幅度下降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 唐三这号天锤霸道的一击呢 身体顿时化为鸡粉 十手猎羊蛇内单的好处 当然不只是蛇中至尊的威慑力 还有众多妙用 得到他 唐三此时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好来形容 用飞扬二字也绝不为过 胡烈娜虽然看不到 此时唐三脸上的笑容 但他用猜的也知道 那颗内单对唐三必定极为重要 十手猎羊蛇是唐三击杀 他拿了内单也正常 唐银 胡烈娜叫道 唐三略微回身 你也想要他吗 胡烈娜摇了摇头 道 不 我只是想知道这条蛇的来历而已 我自认对魂兽也算了解 可这条蛇 却并不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们是队友 虽然之前我没帮上你什么 但至少我总有知道一些的权利 如果是普通东西 胡烈娜自然不会说出这种 会引起唐三反感的要求 但那条怪蛇死的离奇 留下的这所谓内单更是奇怪 它是在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求之欲 唐三淡然一笑 道 告诉你也无妨 这条蛇并非魂兽 应该是洪荒一种 它的内单形成后 攻击力十分可怕 之前我是切断了 它自身与内单之间的联系 利用内单攻击 爆发前一瞬间的间隙 这才幸运地击杀了它 而这颗内单的好处 是能够令任何蛇毒失效 并且克制所有的蛇类 胡烈娜心中一动 这么说 以后拥有蛇类五魂的魂狮 在你面前是难以讨好了 唐三微笑道 可以这么说吧 此时 他心中的警惕 已经重新上升 所谓怀避其罪 谁知道胡烈娜会不会因为贪婪 而向自己发动攻击呢 但胡烈娜并未在这个问题上多作纠缠 两人又休息了一会儿 在唐三那蓝色领域之中 周围浑浊的空气被有效过滤 两人很快就恢复了体力 有惊无险地连过两关 两人的心态都变得轻松了几分 保持着均匀的速度向前行进 如果这地狱路真的只有三关 那么 他们只需要再通过最后的考验 就能够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了 温度依旧在不断地升高 两旁深渊中流淌的暗红色液体 也从依稀可见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地势似乎是在一直向下的 他们都不明白 杀戮之都中真正的情况 只有唐三隐约猜到 在自己和父亲走路的那个小镇 后面有座山 或许 杀戮之都并非在地下 而是在山中 这样的念头 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 此时对于他们来说 更加重要的是 尽快离开这里 至于其他的一切 以后有的是时间判断 外界的温度变化 渐渐不是那蓝色领域 所能阻挡的 唐三的蓝色领域 更大的效果 是对空气进行过滤 凭借着其中蕴含的生命气息 令领域范围内的空气温度 略微有所调整 并非真正的隔绝 因此 随着前行 两人承受的灼热 也开始逐渐增大 更令他们有些 无法适应的是 在这空气中 似乎蕴含着一种 特殊的气氛 压抑的感觉在 他们内心深处 变得越来越明显 而他们自身的杀气 也更加肆无忌惮地 释放出来 焦躁的情绪逐渐出现 尤其是走在 唐三背后的胡烈娜 他并没有唐三那样的 盗门症中心法来 克制自身的情绪 随着急躁 他内心的杀气越来越盛 眼前的一切 似乎也不再是那么清晰 周围的灼热 似乎刺激着 他体内每一个细胞 唐三承受得也绝不轻松 他的情况 虽然要比胡烈娜好一些 可外界的灼热 就像勾引他们 体内杀戮之气的根源 可偏偏 他们又不能阻止杀气外放 否则 必然会被 这条地狱路中 恐怖的邪恶之气所吞噬 渐渐地 唐三有些明白了 从自己与胡烈娜 进入这条地狱路之后 两人一直都在 被地狱路中的气息所影响 杀气虽然能够阻挡 这种邪恶的气息 但却并不能完全过滤 想到这里 唐三明白 自己和胡烈娜 有些失算了 通过这条地狱路 看来不只是要 拥有足够的实力 而且必须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通过才行 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 受到那邪恶气息的影响 也就越深 一旦心乱了 那么 恐怕就永远 也无法走出去了 震惊一点 我们加速 唐三向背后的胡烈娜 打了声招呼 此时 胡烈娜还能勉强保持着清醒 向唐三用力地点了下头 两人不再是不行 腾身而起 飞快地朝着前方掠去 速度提升 他们靠近深渊的速度也在增加 空气明显变得越来越热 视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哪怕是唐三的子鸡魔童 在这周围弥漫的淡红色雾气中 最多也只能看到 千米左右的距离 窄路两旁的深渊中 暗红色的液体翻滚流淌 没错 那正是血液 可这些散发着血腥气息的液体 却有着岩浆的温度 唐银 我要坚持不住了 胡烈娜的速度 渐渐慢了下来 内心杀气奔涌 强烈地想要 吐露周围一切的念头 不断侵蚀着她的心 她知道 如果再不停下来 恐怕自己随时都有可能会向唐三发动攻击 停下脚步 唐三回身向胡烈娜看去 此时 胡烈娜全身都变成了粉红色 裸露在外的肌肤 因为渗出的汗水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看上去也更加滑嫩 双眼紧闭 她的身体在不断地颤抖着 身体外 那层白色沙气 正在不规律地波动 唐三抬手按住胡烈娜的眉心 将一股蓝色能量 输入她脑海之中 清醒一点 坚持住 如果我猜得不错 我们就要出去了 此时 两旁的暗红色的液体 距离它们所在的窄路 只有50米左右的高度 空气的灼热程度 已经令唐三和胡烈娜身上的衣服 都散发出淡淡的焦味 唐三服用过烈火性焦书 对此倒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胡烈娜却不一样 她绝大部分魂力 都要用来抵挡着恐怖的高热 对于自身杀气的克制 就变得越发的困难了 蹭的一声 巨大的胡尾 再次从胡烈娜屯后冲出树起 尽管在唐三的帮助下 她的神志清醒了一些 但很快 那被邪恶气息勾起的杀气所淹没 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看着胡烈娜痛苦的样子 唐三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她知道 一旦胡烈娜暴走 首先攻击的对象就是自己 身体受到杀气驱使 或许她不会像原本那么灵动 但是 她的攻击 也必然会在杀气的作用下 变得更加恐怖 就算自己能够击杀她 也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论怎么说 眼前的这个女人 魂力比自己更加强大 也同样拥有外富魂骨 甚至还有其他魂骨的存在 要不要趁现在动手 先将她置于死地 唐三心中出现了犹豫 从理智角度来看 她确实是应该出手的 一旦这个实力强悍的队友 变成了敌人 那么 对她来说 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第141章 蓝莹领域与杀神领域上 可是 她脑海中不可一指地出现 自己在击杀暗金三头蝙蝠王时 胡烈娜毫不犹豫 将自己拉回窄路的画面 虽然她不明白 为什么胡烈娜对自己没有歹意 甚至对自己十分真诚 但正因为如此 她此时才有些下不去手 就算出手 她也知道自己 未必能够给予对方真正的创伤 就在这时 突然 胡烈娜猛地抬起头 反手一掌 击在自己胸前 哇的一声 鲜血夺口而出 但她变成红色的双眼 却出现了片刻清醒 躺盈 我坚持不住了 这样下去 恐怕我们说 也走不出这条地狱路 我将自己的命交给你了 虽然我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相信你 但我知道 你一定会将我从这里带出去 趁我还清醒 打晕我 此时 唐三心中正在天人交战 突然看到胡烈娜如此作为 她心中不禁产生几分惭愧 眼前这个女孩子 似乎并不像自己以前想象的那样 胡烈娜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起来 引得一片臀波乳浪 在唐三眼前摇曳 她几乎是有些凄厉地大喊 快 动手 我要撑不住了 再没有半分犹疑 这无疑是解决眼前问题最好的办法 唐三骤然上前一步 一掌切在了胡烈娜颈间 胡烈娜身体一软 已经滑倒在她怀抱之中 搂抱着胡烈娜的娇躯 看着她屯后胡尾 逐渐收回过程中 被顶破的小热库内露出的大片雪白 唐三心中却没有半分杂念 对于怀中的这个女人 她突然多出了几分钦佩 钦佩她的勇气 此时此刻 唐三完全可以将胡烈娜 抛入身边的暗红深渊 这样不但会令自己在接下来的地狱路走得轻松 而且也能够将一个未来大敌 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是 唐三却并没有这样做 叹息一声 搂紧胡烈娜的身体 让她紧贴在自己胸前 蓝色光芒涌动 面对已经昏迷过去的胡烈娜 她再不需要隐藏 一根根宛如蓝宝石板的蓝银草 悄然出现 将胡烈娜的身体紧紧绑在自己身前 为了不让她影响到自己的动作 唐三将她的双臂 缠绕在自己脖子上 双腿抬起 缠绕在自己腰间 毫无疑问 此时两人身体极其密切地接触着 胡烈娜身上那点遮羞布 几乎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但此时的唐三却心静如水 她将眼前所有的一切 都看成了对自己的历练 她当然可以抛弃胡烈娜 但她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那么做了 那么 就相当于是被心魔毁灭 先不说能否在心魔影响下走出这里 就算走出去了 恐怕自己这一生中 内心也会多出一刀裂缝 想要追求魂尸的极致 再不可能 所以 她必须要将她带出去 哪怕以后她是她最大的敌人 她也必须要堂堂正正地 在未来与她公平对决 这是一个舞者 一名魂尸 一个男人 不会逃避的选择 就在唐三用蓝莹草 以最不影响自己行动的姿势 将胡烈娜缠好在身前时 她突然明白了 地狱路的最后一关是什么 依旧是强大的敌人 但不再是外物 而是自己 自己的心魔 在庞大的邪恶气息 炽热的邪义血浆 以及自身庞大的杀戮气息影响下 想要从这里坚持着走出去 需要多么坚毅的心智 以胡烈娜这样的极品天才 都无法坚持到最后 这才是走出地狱路最难的一关 想到这里 唐三不禁暗叹自己的运气 她自身有多种 可以稳定心智的能力 其中又以最为根本的玄天弓 和精神凝聚之智慧 头骨为首 还有那神奇的蓝色领域 正像胡烈娜猜测的那样 唐三的蓝色领域 正是武魂的天赋领域 她的武魂 蓝银草二次觉醒 露出了真面目 作为当今大陆上唯一的蓝银帝皇 在她二次觉醒的同时 就赋予了唐三 她所拥有的帝皇之威 也就是蓝银皇的天赋领域 蓝银领域 在这里 蓝银领域当然无法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或者说蓝银领域自身的效果 在这里已经被压制在了非常低的程度 但凭借着生生不息的领域气息 依旧能够给唐三一定的帮助 至于周围的灼热 对于唐三来说 不过是一个笑话式 连冰火两眼的温度 都无法影响到 吃过猎火性胶枢 和八角悬冰草的她 更不用说是这里了 血浆中拥有的剧毒 或许会影响到唐三 但她却绝不会给这种液体沾身的机会 在杀戮之都两年 唐三又怎么会没仔细研究过血腥玛丽呢 这里的血浆 应该就是千年以来 无数堕落者的邪恶之血 混合剧毒浓缩而成 也可以说是杀戮之都的根本 探守进入一百宝囊 一株雪白的仙草 出现在唐三手中 仙草经营的雪白 每一片草叶都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 修长 弯曲 看上去就像天鹅的井 如果只是看着它 谁能想象得出 这猪仙草自身所拥有的特性 竟然是激发呢 别说是吃下它 哪怕是被它沾上一点 碰到的不为任何病毒 都会千百倍的滋生 在很多情况下 这猪名为雪色天鹅吻的仙草 比起任何剧毒来都要可怕 哪怕是用玄御手拿着它 唐三也显得战战兢兢 这猪仙草的威力实在太恐怖了 甚至连唐三都不敢用它来炼制毒药 因为一旦在炼制过程中 唐三通过呼吸 感染了一点它的气息 那也是必死无疑 谁敢保证 自身没有一丁点的病毒存在呢 守清灰 雪白的雪色天鹅吻飘然而落 朝着下方的暗红色血浆坠去 顷刻间被血浆所吞没 消失无踪 看上去 血浆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可唐三却知道 这猪仙草带给杀戮之都的 却是毁灭性的刺激 有它的要效 邪恶血浆内的毒素 就将被无限放大 而以此为根基的杀戮之都 还怎样存在 杀戮之都 这黑暗 邪恶 恐怖的世界 本就不应该存在 不论它是谁留下的 这个世界最阴暗的一面 还是消失为好 再次起身 唐三快速地朝前方掠去 身体与身前的狐猎娜 在运动中摩擦 不断产生振振快感 可此时此刻 唐三却就那么硬生生地 将自己思绪收拢 不断让自己脑海中 呈现着杀戮之都内 一幕幕血腥的场面 唯有这样 他才能勉强抵抗住胸前 这魅惑威力 比杀戮心绪更强的诱惑 空气变得越来越热 唐三身前捆住的狐猎娜皮肤 已经泛起了一层玫瑰红色 幸好这是在唐三的蓝莹领域之中 再加上他自身实力强悍 身体强度远超普通人 否则的话 单是此时灼热的温度 也足以将他烤熟了 眼看着两旁深渊的血浆 就已经越来越近了 唐三嘴角流露出一丝冰冷的微笑 杀戮之都 杀戮之王 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留下的礼物 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 随着温度的增加 两旁血浆的上升 他知道 自己距离出口已经不远了 半个时辰后 星神不断被狂躁杀气刺激着的唐三 终于看到了出口 此时 他也已经汗头重惊 并不是因为周围的温度 而是因为杀戮之气 与身前这可怕游雾的双重影响 就算唐三心志在坚毅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快要坚持不住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远方的出口 出口处分外明显 白色光芒凝聚成一片椭圆形的光幕 那里 也是唐三此行的尽头 但是 在距离出口还有千里的位置 唐三停下了脚步 眉头皱起 出口虽然出现了 但确实彼岸的出口 此时唐三面前已经没有了去路 竟是一片血红色的海洋 血浆到了这里 竟然汇聚成一片小湖 挡在他面前 血浆中气泡翻涌 千米距离 就像是横梗在面前 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没有任何生物的攻击 但这里所蕴含的最强邪恶之气 以及面前这千米宽阔的巨大鸿沟 却成为了几乎无法逾越的天前 拖了一下身前的胡莉娜 右手难免接触到了 他那拥有惊人弹性的翘臀 由于胡莉娜之前露出了狐狸尾巴 再加上路上的颠簸 他下身的小热裤 此时能够遮蔽的面积 实在少得可怜 唐三的下身 早已不自觉地 因为两人的接触而变得昂扬 双重刺激之下 此时连他的双眼 都变成了血红色 第141章 蓝莹领域与杀神领域中 缓缓闭上双眼 唐三深吸口气 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些 体内玄天宫快速地运转着 通过这两年的修炼 虽然他的魂力提升并不大 但迄今八脉中的韧脉 却已经打通了 此时只剩下一个最后的都脉而已 通了七脉 唐三自身的内力运转速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惊人的程度 这也令他的持续战斗能力 要比这个世界的魂师强上许多 淡淡的光芒闪烁 唐三脸上流露出的光芒 渐渐变成了淡淡的彩色 双手在胸前合拢 一圈淡淡的精神波动 从他眉心处蔓延出来 到了眼前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能再有任何保留了 所以 他才全力催动自己的精神力 尽可能地去控制 自身散发出的杀气外放 形成对外阻挡的屏障 同时也令自己的大脑 恢复了短暂的清醒 精神凝聚之智慧 头骨的效果 用到了极致 头脑恢复清明 唐三首先做的 就是对四周的观察 他没有放过一点细节和蛛丝马迹 此时 窄鹿两旁 是宽阔的看不到尽头的空旷 前方千米之外 才是那出口 而在上方 只能隐约看到 黑色的洞顶 在二百米左右的高度 唐三心中不禁暗叹 如果小奥在这里该多好 眼前的局面 一根飞行蘑菇肠 就能够解决 当然 这只是他的幻想而已 就算奥斯卡 真的在这里也无法实现 毕竟 这里是不能使用魂迹的 抬起右手 一根蓝蚓草出现 唐三猛地将自己的蓝蚓草 朝空中甩出 虽然不能使用魂迹 但武魂本体还是可以的 二次觉醒后的蓝蚓草 显然不是以前所能比 它的变化 当然不会只是颜色和外表那么简单 以前唐三的蓝蚓草 最远也只能飞出五十米而已 但此时 他抛出的晶莹蚓草 却至少飞出了百米开外 通过对自身武魂的感应 唐三很快发现 一百二十米 已经是自己蓝蚓草 所能达到的极限距离 由此 距离洞顶有二百米还要多些 蓝蚓草只有一百二十米 还差接近一百米 看看怀中的胡烈娜 唐三在思考 要不要将它唤醒 两人共同想想办法 但他很快就否决了这个想法 此时 胡烈娜娇嫩嫩的皮肤 就像是煮熟了的虾子 全身通红无比 万一自己将它唤醒后 它失去神智发动攻击 怎么办 那样就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想到这里 唐三彻底打消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突然 灵机一动 唐三心中有了计划 或许这样可以 他飞快地从自己的左腕处 将飞天神爪卸下 从体内释放出两根蓝蚓草 一根与飞天神爪系在一起 另一只则勾上了飞天神爪的几处控制 飞天神爪的极限距离 是三十米 如果能够在空中打开 就相当于帮助蓝蚓草 延长了三十米 长度就能达到一百五十米 至于剩余接近七十米的高度 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想到这里 唐三缓缓吸气 再吐气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 他的玄天弓 大部分都用于压制杀戮之气上 而现在又只有权力施展 才有攀升到洞顶的机会 如果说自己这一次失败了 那么再想克制住杀戮之气的情况下发动 几乎是不可能的 调云体内气息 唐三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再次深吸口气 淡淡的蓝色光芒弥漫出 正是蓝蚓领域全面释放 只有在蓝蚓领域之中 眼前环境的影响 才会降到最低 下一刻 八根成蓝的长腿从背后突刺而出 达到四米长度 宛如水晶打造一般的八猪毛 看上去是那样绚丽 没有了以往凝乐的倒沟和紫黑色 但是 它的属性也几何倍数地增强了 原因很简单 当唐三的蓝蚓草二次觉醒之后 化为蓝蚓黄 提升的不只是一个天赋属性 还有蓝蚓草的本质 五魂本质发生了变化 就相当于唐三原本属于蓝蚓草的 每一个魂迹都发生了变化 更何况还多了一个第五魂迹 突破到了魂王级别 这种种的一切夹杂在一起 令唐三整体实力大幅度提升 而作为能够进化的外腹魂骨八猪毛 自然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从而进化成了眼前的样子 唐三之前之所以将狐烈娜绑在胸前 而不是背后 就是为了给八猪毛留出空间 就连蓝蚓草捆扎的位置 都是不影响八猪毛破背而出的 这外腹魂骨八猪毛 可不止一次救了他的命 是他最终的杀手锏 身体缓缓匍匐在地 八猪毛插入地面之中 将怀抱狐烈娜的唐三撑了起来 淡淡的白光流转 八猪毛内蕴的红蓝两色光晕 轻微地拨动着 唐三双眼骤然变得锐利起来 身体猛然下伏 激进接触到地面窄路 此时 修长的八猪毛 全部插在那窄路之上 看上去虽然怪异 但那却都处于完全受力的状态下 人再能跳 也是两条腿 而此时唐三拥有的 却是八条腿 玄天宫全力运转 八猪毛恐怖的力量 几乎在一瞬间输出 搜 强劲的八猪毛 带着唐三的身体破空淡起 惊人的弹跳力 令唐三清楚地感觉到 周围紧雾飞速掠过 八猪毛 能有这么大的弹力 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眼看着下方窄路 已经变得越来越小 而自己腾空的速度 逐渐降低 他知道 自己就要到达 八猪毛淡跳的最高点了 此时 在全力运转玄天宫的情况下 唐三又是背向洞顶 他也不知道 这一跳有多高 但他要做的 却是尽可能让自己 跳跃得更高 更大程度地去接近洞顶 两道湛然蓝光 从唐三的双眼中 喷涂而出 光芒一闪 已经重重地 轰击在下方的地面上 这一击 乃是唐三精神力 毫无保留的全力轰击 此击神光的威力 就算因为他之前的消耗 没有达到最大程度 但那攻击力 却依旧是恐怖的 轰然巨像中 下方窄路已经消失殆尽 恐怖的子击神光 竟然将那血浆轰击地 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漩涡 而唐三的身体 也借助这一击的反作用力 整个人再次攀升 二十米左右的高度 是时候了 身体在空中翻转 唐三缠绕着 飞天神爪的蓝银草 已经甩了出去 当他转过身的时候 唐三紧张的心情 就已经放松下来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自己距离洞顶 已经不足百米 也就是说 八猪毛之前那一下弹跳 竟然将自己推送到了 百米左右的高空 可见 他的力量是多么惊人了 没有任何悬念 蓝银草眨眼间 已经接近洞顶 铿锵声中 唐三立用另一根 缠绕其上的蓝银草 开启了飞天神爪的机关 尖锐 锋利的飞天神爪 硬生生地抓入 洞顶岩石之中 将唐三和胡烈娜 掉在空中 根本不需要自己发力 唐三快速地控制着 蓝银草回收 令自己身体接近洞顶 当他握住飞天神爪后 再换成飞天神爪的机关回收 拉动着他的身体 来到了洞顶漆黑的岩壁处 八猪毛接管了身体的控制 锋利的毛间 如同切豆腐一般 刺入岩壁之中 将唐三和胡烈娜 悬挂在半空之中 直到八猪毛 刺入岩壁的瞬间 唐三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有了八猪毛的控制 他知道自己终于安全了 在这个地方停留 无疑是自找苦吃 调云体内的玄天宫内力 强忍着因为精神力大幅度输出 而产生的痛苦 唐三控制着八猪毛 就那么倒挂在洞顶上 飞快地向外爬去 洞顶坑挖不平 但对于八猪毛来说 却没有任何威胁 倒挂在洞顶处的唐三 如屡平地一般 轻松地横跨千米距离 终于来到了尽头 攀爬下 入口就在眼前 唐三突然发现 自己身体周围的杀气 仿佛被一股特殊的力量 牵引着似的 回首望向刚刚走过的 地狱路最后一眼 唐三知道 这两年的杀戮之都魔力 是他一生中 都无法忘记的经历 但他却更不希望 以后还有人来经历 这恐怖的世界 毁灭吧 这是他留给杀戮之都 唯一的祝愿 搜的一声 唐三终于窜入了 那道白色光幕之中 周围的一切似乎 都在发生着变化 当唐三窜入白色光幕的一瞬间 他顿时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是一片雪白的虚无 而他自身释放的蓝银草 被一股特殊的力量限制 压迫中全部回归体内 身前的狐烈娜 也因此脱离了他的怀抱 在这白茫茫的世界中 全身用不出一点力量 唯一的感觉 只有冰冷 第141章 蓝银领域与杀神领域 下 仿佛有无数冰冷 在朝着自身凝聚 又有无数冰冷 在从自己体内释放 在这白色的虚无之中 唐三独自承受着 那恐怖的痛苦 本部应该出现的寒冷感觉 依旧出现了 那并不是真正的温度变化 而是杀气带来的寒意 最纯净的杀戮之气 飞快地侵袭着唐三的身体 每一次侵入 都令唐三为之颤抖 当那鼓寒冷令他的内心 渐渐僵硬时 知觉也开始伴随着他的意识 悄然远去 而在这个时候 唐三也终于肯定了 杀戮之都的传说 没错 这就是一个领域 一个由杀气凝聚而成的领域 当然 这个领域要比他目前的蓝蚓领域 强大得太多太多 身处领域之中 他就像是无根抚平 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当唐三从痛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个梦 他的身体躺在一片蓝蚓草之中 而这些蓝蚓草 正在将一丝丝淡淡的温暖和如沐 传入他体内 所有的痛苦都已经不见了 只有全身舒爽的感觉 熟悉的魂力波动 以及魂迹的感受 重新弥漫于体内 想要翻身坐起时 唐三却发现自己的左手有些沉重 扭头看时 却看到自己左手中 竟然握着浩天锤 当他一眼看到浩天锤的时候 他就肯定 自己绝不可能是做梦 就在那浩天锤上 锤头顶端 多了一片白色的纹路 那些纹路看上去 就像是地狱路启动时 地狱杀戮场地面上的血纹形态 只不过 它要小得多 而且是白色的 当唐三尝试着 去感受那白色的纹路时 刹那间 一股澎湃的白光悄然弥漫 白光从浩天锤中释放 但很快 那白光就化为了无色 而唐三对于周围世界的感应 也立刻变得不同了 就连那些对他最亲密的蓝银草 也在这无形的气流中站立着 沙神领域 这就是沙神领域吗 唐三知道自己 应该高兴的 可是 刚刚离开杀戮之都那样的地方 他又是在高兴不起来 两年宛如地狱一般的魔力 令他整个人的心绪 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他一直在努力对抗着 但此时的唐三不但脸色苍白 而且眉宇间也流露着无法掩饰的杀气 就在这时 突然 一股无形杀气瞬间接近过来 就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重重地撞击在了唐三释放的 沙神领域上似的 唐三身体一阵 快速调转身形 朝那个方向看去 几十米外 一个翘生生的身影站在那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身上已经穿戴整齐 将那完美的郊区包覆在内 而他的双眸也正在注视着自己 眼中闪烁着难言的情绪 他比我先醒过来的 这是唐三心中第一个念头 背脊不由自主地冒起一层冷汗 他当然知道 胡烈娜比自己先醒过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讲自己击杀 这个女人果然狡猾 唐三有些懊恼地想着 他的魂力比自己要强 最后那段路又是自己带他走出来的 他的消耗也自然比自己要小 如果他想杀自己 恐怕自己永远都不可能醒过来了 胡烈娜一步步向唐三走来 翘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感觉到了吗 我们拥有同样的天赋领域 天类般的声音在唐三耳边回荡着 唐三没有开口 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 他惊讶地发现 恢复魂迹使用能力的胡烈娜 此时那双眼睛竟然变得无比清澈 其中没有包含任何一点魅惑的元素 如果说以前的他 像是一朵充满诱惑力的玫瑰 那么 此时的他 看上去却像是一朵清新的百合 我把生命交付在你手中一次 你也将生命交付在我手中一次 我们算不算是扯平了 胡烈娜终于走到了唐三身前 他一直到距离唐三 只有一米处才停下了脚步 看着唐三 他的目光变得无比温柔 唐三依旧没有开口 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 他也不知道 面前这个女人在想些什么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到 他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威胁 一丝欺然 浮现在胡烈娜角色的娇言上 注视着唐三 他那动人的翘脸上 竟然流露出一丝无助 为什么我是出身武魂殿 而你是出身于浩天宗 双手抬起 很自然地搭在唐三的肩膀上 胡烈娜进一步拉近了 自己和唐三的距离 他那欺然的双眸 无疑充满了更强的诱惑力 整个人朝着唐三怀中 倒了过来 但是 他的动作并没有完成 因为唐三的一只手 撑住了他的肩膀 沙神领域与浩天锤同时收起 唐三淡淡地看着胡烈娜 胡烈娜欺然一笑 你真的是铁石心肠吗 唐三的目光变得柔和了几分 不可否认 眼前的女人是那么地完美 但是 在他心中 却早已装不下另一个异性 更何况眼前的他与他 本身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拍了拍胡烈娜的肩膀 拉开他搭在自己肩膀上的双手 下次见面 或许我们会是敌人 留下这简单的一句话 转过身 不再去看他 唐三硬起心肠 大步而去 无声的泪 顺着那完美的娇言悄然滑落 这是胡烈娜一生中 第一次为了一个男人而哭泣 而这个男人的影像 再也无法脱离他的心 每迈出一步 唐三都感觉到 自己的心情 似乎变得轻松几分 对于胡烈娜 他当然不会有任何感情存在 但是 对于这个女孩子 他也多少产生了一些好感 走出地狱路的全部过程 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胡烈娜让自己打晕他的时候 唐三对他 就已经无法再产生敌意 小三 浑厚的声音 在唐三耳边响起 唐浩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静静地站在前路上 两年不见 他看上去 似乎更加苍老了几分 唐三极其敏锐地 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了 与自己同样的特质 爸 快步上前 走到父亲面前 唐三的目光依旧冰冷 那是两年杀戮之都生活 留下的后遗症 您是不是也拥有杀神领域 唐浩点了点头 在他脸上竟然流露出一丝微笑 这两年 你做得很好 并没有让我失望 走吧 说完 他率先向前方走去 唐三赶忙跟上父亲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父亲的出现 令他那变得冰冷的心 生出一丝裂痕 温暖的亲情 无疑是化解 内心力气最好的宝物 你知道杀神领域的作用是什么吗 唐浩突然问道 唐三眼中光芒一闪 气势 唐浩缓缓点头 没错 就是气势 杀气形成的气势和压力 往往能够让你的对手 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而你自己 却可以发挥到120%的程度 杀神领域的效果也是如此 你拥有了最基础的杀神领域 今后 在这领域之中 你的对手 实力将会自行削弱10% 而你自己 则能够发挥出110%的力量 随着武魂的成长 这个比例还会增加 记住 武魂的天赋领域 是不会受到双生武魂 不能同时使用这个制约的 唐三愣了一下 您怎么知道 对于这一点 连拥有双生武魂的他 都无法肯定 唐浩停下脚步 回身看向他 因为 同样的情况 在另一个人身上曾经出现 唐三的眼神剧烈地波动了一下 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胡烈娜口中说的那个人 正是叫黄比比东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亲之外 比比东应该也拥有着杀神领域 唐浩淡然道 现在拥有这个领域的人 变成了四个 杀神领域的作用 你将来会逐渐体会 他与你的蓝莹领域各有妙用 在不同的环境下 都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 爸 您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过去的事告诉我了 四年魔力 唐三已经从一个不到15岁的少年 变成了此时接近19岁的青年 实力的成长 气质的变化 蓝莹草二次觉醒 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都令他看起来成熟了许多 和四年前相比 现在的唐三 绝不只是魂力增加了十几集那么简单 他已经真正开始迈入了 属于强者的世界 唐浩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唐三愣了一下 那要如何才算是达到您的要求呢 拥有了两大领域 唐三认为 自己应该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工程中心